2018年各种全面屏手机带来怎样超凡的体验 快速充电升级 屏幕指纹解锁升级 又带来什么样的升级感受 5G通信技术 2018年取得了哪些成果 2018年度热门手机配件又有哪些呢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消费主张 欢迎收看 今天的2018年度消费报告 我们一起来关注手机 根据工信部中国通信工业协会 发布的2018年度手机消费报告显示 2018年1到11月份 手机的产量是16万0,475.9万部 同比去年下降了24.68% 2018年1到11月份 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是3.73亿台 同比去年下降了16.74% 产量和出货量都在下降 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另外就是作为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国 中国手机企业的研发和创新 不断引领全球手机消费的新潮流新体验 那2018年中国手机以及配件 这一年都有哪些亮点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其实有一直在看 因为就是朋友上面也有用这些手机 就一直在关注 对 然后就想着今年 原来之前想买一个 从2018年夏天 连小姐就打算更换一部手机 可是连届年末 她也没有挑选出一部合适的手机 连小姐迟迟不出手的原因 一方面是旧手机还没用多久 另一方面是时下流传5G手机就要到来 让她有些犹豫 在2018年 像连小姐这样的手机消费者不再数 他们的消费行为影响了整个手机市场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发布的 2018年度手机及配件报告数据分析显示 2018年 我国手机总产量1至11月份 为16万零475.9万部 2017年 手机全年产量为23万2439.8万部 同比下降24.68% 2018年1至11月 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3.73亿态 同比2017年下降16.74% 2018年 虽然我国手机总产量和国内市场销量在下滑 但是从2018年 与2017年的同期销售额对比来看 国外市场的销售额却是上升的 2018年1至11月份 全国手机出口额为1342亿美元 同比增长12.8% 出口均价为163美元每台 比去年同期增加53美元每台 手机出口均价也在逐年提升 受国际上的芯片的价格的影响 和材料的价格的上涨 手机的单品价格都是有所攀升的 这是在手机今年2018年的一个重要特点 另外一个 销量的下滑是受了一个 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挡的一个势头的影响 因为在这个4G到5G的转化中 整个的消费者的观望 是造成了这个 手机销量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副会长李扬认为 2018年手机市场的颓势 由多种因素造成 除了消费者的观望因素 消费者更新换代手机变换 以及整个2018年手机市场 技术上缺乏消费爆点等因素有关 2018年手机消费市场 还有以下新变化 2018年 国内保有率前五的手机品牌分别为 华为 iPhone OPPO 微博和小米 其中华为以20.8%的保有率排名第一 在主流手机品牌城市等级分布上 iPhone用户50%以上来自一线及新一线城市 OPPO和微博主要用户群 集中于三线及四线城市 华为和小米的分布相对比较均匀 主流手机价格分布上 2018年度与2017年相比较 0-999元和1000-1999元的机型 同比分别下降到1.9%和20% 而2000-2999元和4000元以上的机型 同比上升了16.17%和19.8% 低端机型均价下降 中高端机型均价不断攀升 说明这一年消费者在追求手机的消费升级 中国消费者越来越愿意花大价钱 来购买国产的高品质手机 调查数据显示 消费者决定购买手机的因素中 易于使用内存大小和待机时长最为重要 消费者优先考虑的是实用的手机功能 2018年 手机新技术新功能依然是消费者关注的重点 从年初到年尾 消费者几乎每个月都能得到惊喜 手机外观 拍照 续航 系统功能等都在逐渐变强 也为下一年带来了潮流趋势 全面屏是2018年手机领域热度最高的词汇 全面屏手机就是极窄超窄边框屏幕的手机 相比普通手机具备更窄的顶部和尾部的区域和更窄的边框 有着比普通手机更高屏占比的手机 全面屏手机除了拥有超级震撼的视觉体验以外 还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信息量显示 2018年 全面屏技术迎来了全新的突破 多种全面屏解决方案齐头并见 并且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面 这款全面屏手机93.4%的超高屏占比 前置双摄隐藏式设计 这款全面屏手机屏幕的方案 是开创性的采用磁动力助推设计 这是全球首款磁动力滑盖全面屏 沉寂多年的滑屏设计卷妥重来 通过这样一种滑盖 整个这个手机屏幕 我们就放进去了两个摄像头 这样不影响用户的前置自拍 你在拍照在会议室 在开视频会议的时候都可以使用 也没有牺牲掉我们整个屏幕 这样上下进行一个滑盖 它就可以轻松开启 整个手机的全面屏的操控模式 作为新一代全面屏交互方式 这种滑盖创新设计 新颖之处在于让复杂操作 随手一滑一推即打 像这样向下一滑菜单 快速调出付款马来 这样在结账的时候 既节省我们自己时间 也节省收缘的时间 同样在这个自定义当中 我们还允许用户自己定义更多的功能 比如像下滑盖之后 然后快速进入到记事本当中 把自己闪顺记事的灵感记录下来 然后下滑盖之后 快速进入到我们的拍照界面 然后快速进入拍照 在探索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屏道路上 这家手机生产商在2018年年底提供了另外一种全面屏手机的解决方案 首创了手机正反两面都是屏幕 打破手机只有一块主屏幕的传统设计 让手机背屏成为正面屏的延伸 这款手机还打破了手机前置与后置的既有概念 将传统手机后置摄像头的整体方案应用在了自拍场景中 带来突破性的三摄自拍方案 双平三摄 这样可以实现方拍的这样的场景 在手机消费市场上 手机续航问题一直被诸多消费者高度关注 中国的手机企业对手机的续航功能也极为看重 2018年我国一家手机企业 手机续航方面又有了新突破超级闪充面式 再度刷新这一领先业界的充电速度 2018年6月搭载超级闪充的手机实现量产 这款是具有超级闪充的Fina X 那这款是普通的5V两按的充电 从它的充电线和示威器的区别大家可以看出来 超级闪充它的充电线更粗 然后它的示威器是经过特殊设计的 那Fina X它的充电速度可以达到35分钟 能够充满整个机器 现在我们一起为两部手机同时充电 订阅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17点09分 等候手机的现在的电量都是1%的 大家可以看到超级闪充已经快速的增长到2% 那么充电还是在1% 记者体验看到 具有超级闪充功能的手机 在充电时果然快速 党状利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 超级闪充还延续了安全的特点 内部创新性地使用了专用的高效降压电路 可以将双电芯串联的电压 降为一颗电芯的电压 整个通路的电流都不超过5安培 便捷和安全是很多消费者 购买手机时在意的功能 屏幕指纹识别 是2018年最吸引消费者的卖点之一 随着全面屏时代的到来 传统的手机指纹识别 已无法满足用户对极致屏占比 和视觉效果统一的设计需求 由此 手机生产工程师们展开 对多种形式解锁方案的深入探索 2018年年初 全球第一款可以实现 屏幕指纹解锁的智能手机 推出并规模量产 此后 众多手机品牌也陆续推出了 搭载屏幕指纹技术的产品 一年时间里 屏幕指纹解锁成为行业主流解锁方案之一 随着迭代升级 解锁速度和识别精度也节节提升 我们的第五代屏幕指纹技术 可以很快捷方便的进行屏幕解锁 其次 我们还能够进行应用的加密 微信 加密进行之后 我们还能进行指纹支付 在安全快捷方面 除了屏幕指纹识别 2018年 手机人脸识别功能也极大的吸引了消费者 这家手机生产企业 利用3D结构光人脸建模录入技术 率先实现安卓刷脸支付 识别精度进一步提升 带给消费者更加安全便捷的消费体验 如果您觉得刚刚过去的2018年 手机的新技术给您带来的体验还不够震撼 不要急 已经到来的2019年 中国的手机企业一定会带给您更大的惊喜 业内人士介绍2019年 伴随着5G脚步越来越近 手机通信将发生根本性变革 5G中文名叫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被认为是未来关键网络的基础设施 相比4G 5G具有更高的传输速率 更大的通信容量 以及更低的网络延时的特点 5G技术将使手机用户上网速率 提升到4G的10到100倍 5G网络的数据流量将是4G的1000倍 下载一部高清电影 4G需要几分钟 而5G在一秒钟内可以下载30多部电影 面对扑面而来的5G时代 我国诸多手机企业早在几年前 纷纷布局5G手机研发 5G手机是指使用第五代通信系统的智能手机 2018年很多5G手机研发技术落地 消费者期盼的5G手机开始初步应用 5G手机什么样 它和4G手机工作运行 又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 现在我们是把这台5G的仪表模拟成一个5G的基站 然后展示的是我们的5G手机和这个基站相连 这样的过程 然后我们的手机连接基站以后 同时它可以来过访问外网 做一直播上网这样一个过程 工程师将这款支持5G版本的手机和模拟移动基站数据连接 5G版本的手机右上角就出现5G标志字样 这证明手机和基站之间是通过5G协议连接 实现5G手机和基站之间的信令连接 这台手机就可以通过5G上网了 现在我们展示一个5G手机来播放营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5G理论上相对4G来说 它会有一个更快的网速和更短的一个延时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播放央视影音的一个高清视频 它也是非常流畅的 上面有个5G标志是吧 对 理论上5G无论在网速上还是在延时上 就相对4G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善 但是由于目前还是在一个研发的阶段 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来优化 5G时代 手机终端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5G手机是手机行业未来的绝对主流 5G手机技术上最大的创业在于空气模花 以及射频电路上有很大的出现 包括天线 包括很大的天线阵列 比4G部分要大的提高 业内人士认为5G时代 人与人的通信延展到万物互联 未来会打造全移动和全连接的数字化社会 比如5G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 将成为5G手机时代的趋势之一 5G一定是2019年最为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我们是这么认为 5G和能工智能的深度融合 将会成为5G手机时代的趋势 能工智能大家也清楚 它的特点就是学习和思考 那5G跟4G相比 还有更强大的通信能力 如果说两者结合起来以后 我相信我们能够把手机从原来的 我们叫小智能吧 把它转换成真正的大智能手机 5G时代 5G智慧手机将会大放异彩 带给用户更强大的功能和更贴心的体验 事实上2018年以来 我国多家手机企业 在5G手机研发方面都有所突破 8月已成功打通5G信令和数据链路连接 10月手机成功首次实现5G上网 11月打通全球首个可商用形态的 完整5G样机微信视频通话 在100兆带跨的5G环境下 稳定持续超过17分钟 12月首次公开展出基于FindX的5G样机 相信2019年一个全新的手机时代将会开启 有一个重要的拐点出现了 就是2019年的从上半年开始 就会陆陆续续的 有5G的手机这样的终端面向市场 预计会在2019年的下半年到2020年的上半年 产生巨大的放量 那这样的话会改变2018年手机市场的一个颓势 2018年各种全面屏手机带来怎样超凡的体验 快速充电升级 屏幕指纹解锁升级 又带来什么样的升级感受 5G通信技术 2018年取得了哪些成果 2018年度热门手机配件又有哪些呢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和2018年手机市场颓势截然相反 2018年手机配件市场却发展迅猛 根据中国手机及配件品控自律联盟统计的数据显示 2018年手机配件行业总销售额约为3000亿元 总出货量约为38亿件 2018年手机配件行业 国内销售渠道占比为59% 出口占比为41% 手机配件市场销售额逐年再增长 预估到2020年 手机配件市场销售额约为4800亿元 统计数据还显示 2018年手机配件行业销售渠道方面 通过线上渠道销售手机配件占比高于传统的线下渠道 消费者更青睐于快捷便利的线上渠道购买 消费者在购买手机配件时 更注重的是价格和质量 其次是性能级品牌 手机配件这方面消费者最关注的方面 外面消费比较好的 像是无线充电跟移动电源 还有咱们的视频线耳机类的产品 关注的比较多一些 然后之后主要的话是无线充电那方面 然后他们基本上都会开始关注无线充电 然后手机类的快速充电类设备都比较关注 手机充电产品是这几年手机配件市场最活跃的品类 2018年手机充电产品呈现了两个主要特点 一般在容量段方面 用户的话是在往大容量跟大容量的方向在发展 从原来的一万毫安到两万毫安到现在三万毫安都在高速成长 那么在整个功能上面 那么用户的话是在往它便捷性的方向在发展 比方说自带充电头的 自带充电线的 自带充电线的 还有这种无线充电方面在发展 无线充电是近两年手机充电产品中最耀眼的品类 作为未来重要的消费电子潮流 无线充电呈现技术成果加快转换 产品规模化量产稳步推出的趋势 统计预测到2022年之前 无线充电市场将保持30%以上的增长 2018年随着手机对无线充的支持越来越普及 无线充电市场已经处于快速增长期 各式各样的无线充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市场 这款无线充产品由三个模块组成 用这样的组合结构让用户摆脱找线插线的繁琐束缚 将传统的背夹进行拆分 手机保护壳与电源可分离 减少电量充足时不必要携带的重量压力 手机壳 然后装饰片 还有它的无线充这三个模块 那我们可以以一个手机为例 首先我们把这个装进去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手机壳 当我手机需要充电的时候呢 很简单 我们通过把这个无线充 按一下功能 轻轻地往上一吸 就可以充电了 这样的方式 然后同时我们这个接口还在保留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 再插一个耳机 实现了就是边听歌边充电的一种状态 这一款无线充电器外观是圆柄躺式类型 十分小巧 材质上双面防滑散热处理 10瓦大功率输出 可以兼容市面上常见的 具有无线充电功能的手机 比如我这里有两款手机 一款是ROS的 一款是普通的安卓手机 它们两款都具有无线充电功能 那我把它放上去 它完全可以实现无线充电的识别和充电 这款是普通的一款ROS的系统的手机 它也可以完美地匹配并进行充电 这个产品另外呢 还有一些义无识别的功能 比如我这个一块钱的硬币 然后放上去之后 如果我再把手机放上去 会自动识别这里 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上是有义务的 它是没法给它进行充电的 业内人士介绍 2019年 手机无线充电产品市场 依然会不断出新品 通过无线发射盘 放入充电宝充电 然后再用充电宝给手机充电 这款很快面式的无线充电器 实现了智能双向无线快充 比单向对手机无线充更近了一步 2018年 手机配件市场智能类产品中 智能手环市场行情趋缓 但是关注用户健康 利用智能穿戴设备 给用户赋予更多价值的 健康型智能手环 依然吸引了不少手环暗号者 这款2018年9月上市的健康手环 装载新一代高精度光学传感器 配合全新AI神经网络 以及健康云服务 更好的服务消费者 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全面测量 这时候它就会连接手环 我们看到这里有个提示 然后一旦手环被自动连接上以后 我们看它就会开始测量了 信号通过应时的稳定 你看这是标准的新电图的波形 这非常很好的 这个新电图的波形的数据 就会通过我们的测量完毕以后 就通过我们的无线传输到 我们的健康云服务 通过云端的人工智能算法 进行自动的分析 和初步的健康风险的筛查 如果一旦发现有健康隐患 这些就会产生一些健康报告 除了消费者自身 这款健康型智能手环 还具有贴心的亲友关注功能 我们比如说我的家人在远 在异地在外地 我通过一个亲友的关注功能 也能及时地看到 我远方的亲人的 他们的健康情况 而且一旦我们的人工智能算法 探测到我的亲属的 异常的一些健康的隐患 或者一些异常的心率的波动 我都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这样一个通知和预计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 副会长李洋预测 2019年受益于智能手机的 庞大出货量 手机配件市场 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无线充电器 个性化的便携式移动电源 将更受消费者青睐 在2019年配件市场 特别是在无线充电 和真无线耳机这两个侧向上 预计明年继续呈现 比今年更大的井喷 产量规模会变得很大 今年在某个电商平台上 我们能够看到单月的无线充电 能产到千万量级的规模 明年还会继续再放大 2018年国内保有率 前五的手机品牌 分别是华为 iPhone OPPO 微博和小米 2018年 全面屏依旧是大品牌 旗舰机的主流 屏占比是越来越高 快速充电 前后双摄 甚至是三摄等新技术 也是有了新的突破 2018年 热门手机配件 无线充电市场增长迅速 个性化的便携式移动电源 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业内人士预测 2019年 5G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 将会成为5G手机的趋势 人工智能赋予了手机 学习和思考的能力 5G赋予了手机 更强大的通信能力 两者一结合的话 将会为广大的用户带来 更强大的功能 和更贴心的体验 电影票房突破600亿 头部优质电影扛起国产大旗 歌剧舞剧交响乐 曲艺戏曲展览会 演艺市场持续繁荣发展 老传统新表达 动漫行业市场扩大 消费升级 电子竞技又上新台阶 夺冠平平 产业大有可为 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2018年度消费报告 2022年度消费 本来的带衔 2008年度消费 以至于 此位失败前 得致 DAM 2 2018年又是国产电影 崛起的一年 高居票房榜首的《鸿海行动》 票房达到了36亿元 紧随其后的《唐人街探案2》 34亿元 《我不是要神》 以31亿元的票房位列第三 排名前三位的电影 均突破了30亿元票房 一年当中 三部影片就卖出了 101亿元的票房 也成为了国产影片 发展过程中 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 此外 演出音乐节市场 也是非常的火爆 下期节目 我们将和大家来盘点 2018年的文化消费市场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端 朋友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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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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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